接下來我們要上開始 後面的都是叫做氣象的內容 第一個叫做所謂的天氣現象 大氣圈有很多的變化 大部分的變化都發生在最下面那一層 剛才教過的最下面那一層叫做什麼叫做 對流程 晴天 雨天 冷天 熱天這叫做所謂的天氣變化 好 那麼研究大氣現象跟天氣變化的科學叫做氣象學 我們就是要教各位最簡單最基本的氣象學 讓你回家去聽氣象報告的時候 聽得懂他到底在跟你講些什麼 可以做一些最簡單最基本的判斷 那天氣剛才講過了這是地理教過的名詞 天氣就是短時間的大氣的狀況 比如說溫度有多高 高溫還低溫 晴天還是雨天 陰天有沒有其他東西 叫做所謂的天氣 短時間的大氣的情況 叫做天氣 那麼氣候就是長時間的平均狀態 在固定的時間會出現固定的情形 那叫做所謂的氣候 比如說我們地理上學過 我們還會在教 我們地理上學過 我們還會在教什麼 冬天吹什麼風 夏天吹什麼風 這個就是所謂的氣候的狀況 好 就是講過了 來 過去二十多年來 平均的氣溫是二十幾度 降雨量大概兩千多公里 然後呢 夏天氣溫高吹啥風 吹西南風 會有午後雷陣雨跟颱風 然後冬天吹什麼風 東北氣風 上面投影片的最後那四句 是你們在地理課本就學過的 地科會再教一遍 然後這是地科喜歡再問的重點 夏天吹什麼風 冬天吹什麼風 夏天有午後雷陣雨跟颱風 冬天南部會有乾旱的現象 那我們後面都會再講再教 這個是重點 地理上其實都已經學過了 這叫做氣候 平均狀態 所以這個俗語也是所謂的氣候 逐風 藍雨 新竹的風 宜蘭的雨 吹 東北季風的時候 因為地形等因素的影響 所以宜蘭山區它已經封面 它會多雨 所以南洋地區 冬天的時候雨水多 但是風不大 爬過來降下去 到了新竹就變成風很大 但雨不多 新竹的風他們叫做酒降風 酒降風吹下來風很大 然後呢 就比較適合風乾米粉 所以新竹的名產之一就是米粉 米粉 貢丸跟米粉 貢丸是它的名產 但是米粉還是跟風有關的 貢丸跟風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剛才講的是平均狀態 在一般而言 偶爾會出現一些異常的現象 這舉例是民國98年8月2號 這可以改成台北市的前兩天 39.7 是打破台北觀測站有史以來的 最高溫紀錄 最高溫紀錄 早上是紫啦 蛤 哪有 台北最熱的地方你知道在哪裡 發行 這個D 呵呵呵呵 反正就是高隊你說有的時候會有異常啦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呵呵呵 那你晚上回家聽氣象報告的時候 它裡面主要就是包括了所謂的 天气现象 还包括了最高温跟最低温 如果你听了一些是专业的 比如说渔炼气象 他可以报告他的风有多大 浪有多高 那刚才讲的天气 就是什么 晴天还是阴天 有没有下 这个叫做所谓的天气现象 科学上所谓的 包括两件事 刚才有超过的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天空状况 一个叫做降水情形 所谓的天空状况 指的就是天上有没有云 我们的分类上是把天上分作十等份 如果云量在四等份以下 就称为晴天 五等份到八等份就称为多云 九等份十等份叫做阴天 所以刚才讲说晴时多云 多云时期 多云转阴 就这个意思 指的就是云量的多广 云量的多广 叫做天空状况 另外一个叫做降水情形 如果用比较广义的说来包含 叫做大气现象 什么有没有打雷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个我们就不管它 我们国中只管降水情形 就是老天爷下的雨水的状况 叫做所谓的降水情形 很像这样的情形 这个也是当初让我心中暗爽三十秒 因为我每一年都跟学生强调 云是漂浮在空气的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块 有一年学测 前两年学测终于考的这一题 问你云是什么东西 云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块 先如表哥心中暗爽三十秒 因为我跟学生强调 如果天上够冷就会变成小冰块 不够冷就是小水滴 这个理化也教过了 你看得见的就绝对不会气派 看来现在不会气派 不会气派水生气 你看看到地态跟土态 OK 那降水 天空状况是有没有云 云是小水滴小冰块水做的 降水就是有没有下雨下雪下来 那也是谁做的 水做的 所以你会发现 天气都跟谁有关系 都跟谁有关系 小水滴小冰块有没有降水 都是跟谁有关系 都是跟水气有关系 刚刚讲你说水气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水气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然后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 降水平息 OK 降水有分两个叫液态降水跟固态降水 液态就是有没有下雨 现在就是雪跟冰雹 台湾基本上就是下雨了 所以我们的课本上也几乎只教下雨 没有教别的 国中从历史以来 国中从有开始以来都没有教过下雪 国中从来没有教过下雪 但是国中以前有教过下冰雹 但现在没有教我的讲义上游戏给你看一下 带一下看一下下冰雹的原因跟旺盛的队流有关系 旺盛的队流后面会交会形成击状云 后面还会再交击状云容易会下雷震雨 所以冰雹经常是夹杂在雷沸中一起下下来 下冰雹不用很冷 下冰雹反而是旺盛的就有什么时候有荒生的雨 夏天 还会晒晒 下冰雹 没有冰雹 你还记得上次有下冰雹 我那时候玩损 我那时候玩损 我那时候丢冰块 我那个学生 然後學生看著,因為天氣變得很輕,天氣變得很猛鬼,然後學生看著以後,他也下雨了,然後學生跟我說,他希望能夠變成下雪,我看著他一眼,我說變成下雪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會下冰桃,結果講完沒有兩分鐘,啪啪啪就能下冰桃了。 我的運氣好,我知道我們需要,我們需要學生也很嗨,這個看位就可以了,我講義上有寫看一下,但是課本沒有教,降雨是根據雨水深度,單位是來,我們假設地是平的, 我們假設地是平的,雨水均勻的下下來,大家一起往上淹,你拿一個大桶子裝,跟拿一個小桶子裝,誰一樣,什麼東西一樣,水量嗎,脾積嗎,深度一樣對不對,所以雨量用水來算,雨水深度來算,所以你不管拿一個大桶子裝, 大桶子,小桶子裝,答案都一樣,考試也都是這樣子考,考試怎麼考,考試就可以畫三個桶子,大桶子,中桶子,小桶子,然後呢,問你說誰的雨量大? 所以雨水深度,單位用公里,mm巧克力,通常會再加時間,就是日雨量每一天的,月雨量每個月的,年雨量每一年,都要再加個時間,所以在重點,根據雨水深度,然後呢,單位是公里,然後呢,下面兩個不用背, 因為根據語量的多寡會分成小語、中語、大語、豪語 這個一個表格 完全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 講義上的智慧有跟你寫 這個在前兩年氣象局改過標準 氣象局第一次改標準的時候 有所謂的超大豪語 他有所謂的一個超大豪語 你看那個什麼那個 特大豪語 記者沒有人可懂 到底是超大比較大還是特大比較大 所以後來又改了 豪語 大豪語 超大豪語 大豪語比豪語大 超大豪語比大豪語大 好 氣象局改標準有什麼好處呢 氣象局改過這個標準之後 如果中華民國可以因為雨下太大放假 哇 颱風架的放假標準是風 風要夠大 不可能有一個颱風啊 只下雨沒有風 沒有颱風 沒有 但是假如有個颱風 他就下很多的雨 但是沒有風的話 這颱風是不會放假的 為什麼 颱風架的放假或者是看風 可是氣象局改過標準之後 就變成如果雨下太大就可以放假 對 講義上有跟你寫 好 講義上有跟你寫 民國94年6月12日 中華民國第一次 因為雨下太大放假 後面有寫個時間 基本上0年6月12日 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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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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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完就沒有人在這裡 一賽就叫做連續 下了一名叫做間歇 就看看就可以這都沒有關係的 重點就是重點是雨量是算誰 雨水深度單位是公里 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到這邊到個段落